为在台北市阳明山区的湖山国校 为了让学生认识过往在地的蓝染特色 设计了主题教学 让学生亲自动手做蓝染 并且让毕业生穿上自己的作品走秀 北投湖山国小自2003年 将蓝染融合进课程当中 除了让同学能从中体验手作乐趣 进而制作属于自己的毕业服饰外 也将蓝染的种子种在孩子们心中 为蓝染的未来增添一丝生机 我们看你的布长怎么样 等一下要冲,冲着要变蓝 要蓝几次啊 呃...展越多,这越好 我们大概有十几年的传统就是 毕业生是买一件现成的白色衣服来展 作为他的毕业服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让学生自己做 裤子,从量身剪板型剪布开始 然后车缝之后蓝染 不只如此 校方也让毕业生穿上自己 亲手设计的蓝染毕业服走秀 他们最新奇的是 当他们穿上他们自己染的衣服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那是一个 充满了一份非常自信的一个概念 都是自己染的,自己做的这样子 所以小孩子会很有成就感 他们就会自己说这个是他的传家宝 而手作工艺 不只能让同学从中获得成就感外 严老师也希望透过课程让孩子们了解 蓝染不仅仅是一项记忆而已 蓝染它是有生命的 所以我常常跟孩子讲说 你别以为你现在染的颜色就是这样子的 它会慢慢随着生命而消失 所以透过这个里面我们出的环境教育 我会跟孩子去谈到生命的这个部分 大家都很棒,这次都很聪通 老师你不要谢谢 你不要啊 透过这堂课 让他们去看到不同的一个 艺术创作的一个领域 让孩子可以去多了解 多认识一个记忆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尽管蓝染风光不在 台湾依然有 产观学界持续的为延续蓝染生命做出努力 让更多人未来还能有机会 接触到这项记忆 而不只是记忆 台南市六甲区过去名为赤山堡 当地有一个融合民俗记忆的赤山堡表演艺术团 也曾经多次代表台湾出国演出 从小培养了许多对艺术舞蹈有兴趣的小朋友 举自六甲就地名赤山堡的赤山表演艺术方 以民俗流畅舞异为主要特色 融合戏剧加上扯铃剂 的记忆多元创作 扯铃跟八家这样做不结合 这个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组合 成为赤山最令人惊艳的焦点 创团以来一直努力栽培兴趣加入者 还原包含幼稚园孩童到成年人 两岁多就选了 很小耶 因为可以站上国际舞台 然后也可以健身 破除民俗的保守和神秘影像 添加艺术与美感和生活化 以表演文化推广到各中小学校 教育血统从小就接触传统民俗 这间三度代表台湾参加国际艺术节 有2015年匈牙利 2017年澳洲 2019年意大利 赢得国际人士的欢迎和赞赏 是六甲人英文傲的一文团体